登登登登,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介绍给大家讲 秘密402 第四届检警协商会第一次会议 拉开序幕 两方都想占据主场优势 但谁也没得逞 战场放在了监察员 都是客场,谁也不好说 两位部长要去见一下监察院长 黄石木先去会场等着 他随便挑了个位置坐下 拿出手机看一下新闻 将帝检长开始对陈文日报下手了 警方到场,黄石木起身问好 团长久闻黄石木大名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本尊 团长看黄石木已经选好位置 稍有不满 黄石木准备让位 监察说不用了 坐哪都一样 这协商会还没开始 就火药位十足 好在警方那边有两个黄石木的熟人 气氛也不算太尴尬 两位部长准备入场 搜查局长也到了 虽然这次是对手 但该问好还得问好 协商会开始前是国际惯例 拍照留念 两方不放过任何一次 能打压对方的机会 搜查局长说还得拍照 这么麻烦 与部长来了句 照片别给我 要那有啥用 两方各就各位 搜查局长率先发话 感谢贵方百忙之中 来参加这次会议 与部长恰到时机的打断他 分内之事 感谢什么 反正是要感谢你们 大老远的跑来 搜查局长没有计较 继续说道 这次协商会有四个重点 调查指挥权 调查终结权 令状申请权 公诉处的成立与否 金部长打断搜查局长 令状申请权连政府都不打算碰 继续维持现状就行 团长开始反击 如果能听政府的话 就不用坐下来协商了 金部长质问团长 宪法规定令状 由检察官向法官申请 团长这是想修改宪法吗 韩如真接话 第一次看到这条规定 就觉得很奇怪 于部长说 那是你第一次看 多看几遍就不奇怪了 韩如真还是不服气 检察官真厉害 把自己的权利都写进宪法 团长解释 这不怪检察官 始作俑者是516实力 原本规定监警 都有令状申请权 但军方却插足宪法 故意把警方排除在外 金部长不否认这一点 但该项规定通过了 立法 司法 行政 三方同意 虽说是恶法 但严格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从1969年 到现在四次修宪 都没修改过这项规定 韩如真继续发力 他记得有这么个案件 一名律师和人传通 举报某游戏公司 然后他找上门 说能摆平这件事 拿走了一大笔和解金 后来才发现 这律师是惯犯 两位部长 就是那位官方的直属后辈 这律师之后还干过什么事 向警方索要赔偿费 理由是他参加过 检警协商会 警方对他怀恨在心 所以处处针对他 虽说最后已败诉结束 但是什么原因 让他提出这种 无理要求的呢 再说回令状申请权 搜查令对破案的重要性 不用多说 可检方总是不痛快地给 导致很多能破的案子 都成了未经案件 就算批了搜查令 代表令 案子一交过去后 来个一步起诉结案 这谁受得了 与部长见风插针 说来说去都是陈年往事 没提到现在 说明检方在往好都变呢 赵刑警长年奔赴在一切 他来讲解目前的工作状态 就最近才发生的事 在座之人 应该都没经历过被骗房租 有个女人存了十年的钱 结果一夜之间 被假房东骗走 她倒是已经很小心很小心了 找了中介 亲自见了房东 甚至还确认过房东的身份 结果还是被骗了 后来整组人出动 埋伏了很久才遇到那个骗子 结果追了几条街 检方打电话 让去移交个犯人 这正忙着抓骗子 哪有时间 好不容易逮到了人 检方却怀恨在心 不批局部令 说什么证据不足 没办法 从头梳理一遍证据递交过去 但检方还是不给批 你说让他们这些一线刑情怎么办 已经有六个人被骗 实验金额两亿五千万 虽然不算多 但那都是被害者的血汗钱 存了一辈子不说 有的还带了款 一个好好的家就这么被毁了 今天凌晨还拿不到局部令 就得放人 检方总是使唤人 使唤不动就司机报复 最后受伤的还不是老百姓 这协商会还没正式开始 光一个令状申请权的讨论 就这么几脸 谁也不肯让步 黄树木一直没说话 其实被刁难的何止警方 检方内部也经常发声 黄树木被下放时 如果检察官因调查对线的律师是前官 没有提供前官领域 就被领导训斥 处分 其实检警不只在权力上天差地别 人数上也相差全数 警方人数能达到15万左右 而检察官只有2000来人 物以稀为贵 所以检方才会全力讨天 黄树木在会议上第一次开口 令状申请权就算交给警方 警方怎么保证 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到头来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 还有人强调 警方要的是申请权 不是签发权 警部长提出疑问 警方拿到申请权就是好事吗 抓犯人抓得久了 难免会有情绪 万一失去理性 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怎么办 检方就是为了诡避这种现象 才不让权的 可如此一来 检方就成了嫌疑人保护机构 圣杀大权全在检方手上 第一次协商会 就这么不愉快的结束了 两方都没做出让步 也没协商出什么结果 于部长很生气 这种关键时候 居然有人拿令状开玩笑 现在批也不是 不批也不是 批了吧 好像承认是检方错了 不批吧 老拖着也不是事 张相警立属于龙山警局 令状签发回西部地检馆 黄石木在西部地检待过 不过那都是两年前的事了 于部长突然想到一个人 那家伙也是从西部地检出来的 于部长生气 搜查局长也生气 民协商出结果 就等于是他们输了 监警这边打得火热 寒乔集团也没闲着 李承载又开始搞小动作了 目前说了李延在外 最大的股东就是李承载和陈文社长 这两人准备开股东大会 几度引进一名新董事 加控李延载的权利 一般这种事都会提前公开人选 好给股东们留下印象 但保密措施却做得格外好 一点消息都没放出来 李延在想到了一种可能 如果这个新董事不需要提前露面呢 因为本身就具有影响力 而且所有股东都对此人的回归翘首一攀 谁能有这么大能耐 一手创建韩桥集团的李允范 也就是李延在的父亲 和父亲开战 胜算渺茫 李延在前去拜访父亲 可父亲不见他 他让他以后不用来了 更狠的是 还带话给他 把美女这个女儿李延在脸色贴清 父女关系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李延在回去后发现桌子上有张纸条 徐东仔打了好多次电话 那边 黄沈牧陪两位部长吃饭 四级了 终于吃上饭了 警方那边也在吃饭 团长收到地方局长发来的消息 有个检察官正在找一位之前是警察的受刑人 团长详细了解了一下 对方直接联络的监狱 说要找一位因受贿入狱的前院警察 监狱的人没联系方式 就跑警局来问了 黄沈牧吃完饭后上了辆车 恰恰被金部长看到 不过他只看到车上坐着个女人 没看到那个女人是李延在 李延在想让黄沈牧帮他处理成文日报 成文日报诋毁李昌俊 他俩自然也被牵扯进来 但黄沈牧默的感情 想跟着报道去找中裁委员会 不行的话就去法院申诉 黄沈牧这条路走不通 得想想别的办法了 黄沈牧跟徐东仔约好了今天去监狱 可徐东仔却借口工作太多 爽约了 黄沈牧打算一个人去 与部长说不着急 明天去也行 徐东仔放黄沈牧鸽子 是为了去见李延在 他拍马屁的功夫有增无减 急着见李延在是为了一件事 据他了解 李延在是知情者之一 他问李延在知不知道团长这个人 不知道 那朴律师呢 也不知道 朴律师就是那个酒驾猝死的地检长 退休后收归于韩桥集团 曾炫耀过自己再提韩桥办事 徐东仔想问的是 低酒不沾的他 为什么会酒驾 李延在的秘书说 朴律师不但会喝酒 而且很能喝 他亲眼见过 这么说朴律师是看人下菜 低酒不沾只是借口而已 徐东仔很聪明 想的也多 他找李延在是有事要问 李延在本可以不见 现在见了 不可能是给他面子 肯定是有什么事需要他办 李延在看了眼秘书 秘书很识向的离开 徐东仔猜得没错 李延在确实想让他办件事 去拜访一下李延范 自从李延范出狱后 父女俩就没见过面 为什么 因为李延范坚信 是李延在和李长俊串通好 把他送进监狱的 刚开始李延范并没有这么生气 是服刑期间发生的变化 徐东仔不算李延在的人 以前也帮李延范做过事 所以思来想去 还是让他去比较合适 去肯定不能白去 得帮李延在带封信过去 徐东仔走后 李延在赶忙联系秘书 朴律师出事后 团长就继身为情报部部长 原来李延在也和那件事有关 徐东仔马不停蹄地来到李延范的住所 但却被告知 李延范不在 他借口把东西放下就走 不行 又借口想喝杯水 可以 但不能进去喝 得在外面等着 徐东仔四处张望 可根本看不清屋里的状况 水来了 喝完后还擦了擦杯口 难道白跑一趟 这可不是他的风稿 他躲在周围等待时机 终于在垃圾堆里发下线索 李延范好像生病了 垃圾袋里有很多药品 标签都被撕了下来 他把标签交给李延范 李延范对他的表现很满意 另一边 团长向韩永珍打听徐东仔 去监狱找人的检察官就是徐东仔 找的是在西谷派出所贪污府翻案中 被判刑的其中一人 金巡警 团长让韩永珍先去见见当事人 金巡警去年初以后就消失了 没人知道他的行踪 团长负责打听他的消息 韩永珍先去见巡逻组长 团长怕徐东仔只是个幌子 在这种时候犯陈年就案 很可能是检方有什么阴谋 韩永珍总觉得在哪里听过西谷派出所 对了 黄石梦上次说过 黄石梦和徐东仔都在打听西谷派出所的事 难道只是巧合 本打算跟团长汇报一下 可想了想 还是等搞清楚怎么回事再说 韩永珍也开始调查西谷派出所的事 他把电话打到巡逻组长的座级 接电话的是一名姓高的警员 巡逻组长不在 韩永珍便把他叫出来问话 韩永珍在级别最高的本庆 高警员在级别最低的派出所 韩永珍随便吓唬两句 高警员便有问必答 韩永珍问他 宋警司遇害那天是什么情况 那天他不值班 没在现场 韩永珍继续问他 宋警司和巡逻队的关系如何 尤其是和那个叫金巡警的 有一次巡逻队下班回来 宋警司在接水 同时故意把开水洒到他身上 还说没看到他在这 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两人发生争执 巡逻组长视而不见 反正让宋警司 把地上的水擦干 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巡逻队的六个人 都刻意针对宋警司 宋警司只能忍气吞声 他突然递后去换衣服 高警员不想去安慰安慰他 结果发现 他又和金巡警吵开了 金巡警让他赶紧走人 他不服气 欺负人就算了 连班也不想让他上 况且金巡警比他年龄小 职位低 被后辈这么说 是因为前辈的他肯定不舒服 高警员也就知道这么多 韩文真拥了下 案发当天的情况 然后向团长回报 宋警司是被同事 霸凌后自已的 案发当天 只有巡逻队的人 在派出所 而且第一个发现尸体的 就是金巡警 团长立刻头疼此来 这不明白 这是巡逻队干的吗 自己人杀自己人 难怪检方要彻查这件事 如果被抓到这个把柄 第四次协商会 也会以警方完败告终 秘密森林二第四集的故事 到底就结束了 协商会刚开始 两方就针锋相对 积压多年的恩怨 一次性爆发 第一次激烈讨论 没出结果 而没结果 就意味着是警方失败 徐冬仔的出现 带来了两个案子 一个是前立检长 九驾猝死 一个是西谷派出所的巡逻队 于部长想利用巡逻队 让警方臣服 团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么他会因为协商会 掩盖巡逻队的事吗 黄世梦和韩永珍 也知道了真相 但两人目前是敌对势力 协商会上也唇枪舌战过 好是梦就不用说了 肯定会查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看韩永珍能否守住本心啊 一个巡逻队的影响度这么大 那九驾猝死肯定牵扯更广 团长因这件事升职 连在野队这件事有所了解 后面不知道还会牵扯出谁 检警这条线基本名啊 出现的几个案子 也都是为协商会服务 韩桥集团这条线的作用 还没完全展现出来 众所周知 财阀在韩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么作为大财阀的韩桥 是会影响这次前景改革的结果 还是会被前景改革的结果所影响呢 第一季有李昌俊这个令人影响深刻的人 第二季会不会延续这个套路呢 另外 恭喜一下黄树木终于吃上饭了 四季才吃上饭 不容易啊 好了又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你的点赞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